踏雪公子 感谢您 替我打通了江州的商当 爹爹 爹爹爹爹爹 夕言 一出去就不回来了 你看 小夕言都想你了 对吗夕言 踏雪公子在啊 这个小夕言啊 可是我们夫妻二人的心肝宝贝 你看你这根木头懂什么 东西拿来没有 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地对上天发誓过的吗 那千里迢迢来到江州 你不是把那个生生 潮州夫人 这次 我请踏雪公子吃饭 是为了刚刚他替我们军纪 打通了江州的商道 以此感谢他 原来如此 帮我们那么大的一个忙 真的是谢谢你啊 这一路为你啊 我可都提心吊胆的 可是你呢 居然在外面收留了一个小妾 你们这些男人 嘴巴说得漂亮 开口闭口 就什么都是爱你一生一世的 可是一扭过头 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到底还算不算是男人 潮州 吃饭吗 你看你啊 这几年一直都在奔奔勃勃 瘦到都不成样子 还把我们赚的钱 全都不知道捐给了什么人 你傻了 你到底是捐给哪个 没有良心的臭男人啊 还有到底是哪个男人 这么不要脸 有手有脚的 自己不会去赚钱 你说是不是啊 踏雪公子 吃饭吧 茶州夫人 踏雪公子 冒犯了 是君梦 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夫人 夕颜 你要多吃点啊 你记住啊 以后不只是你一个人 还有我 还有小夕颜 我们是一家三口 我 爹爹 你喂我吃 你 你 爹爹 你喂娘 爹爹 你喂娘 好吃 真好吃 对不起 打扰了 心眼真坏 看到你 爹爹 雨